在这两天低温还是有可能来到10到12度 这个呢是衣着穿搭要格外注意 还有今天全台湾都带上雨具会比较保险咯 最主要就是你可以看到呢 华南水汽呢从雷大灰波图上面就很清楚了 中部以北到东半部地区 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之外呢 连中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正雨的形态 目前湿雨量比较多的地方呢 在银封面的宜蘭跟新北 还有在台东跟台北这里呢 湿雨量跟累据量都是比较多的地方 今天就是整个这个星期水汽最多的一天 最主要华南水汽呢是最明显的 所以呢靠近了整个银封面 跟山区雨势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这个呢是要有行李准备的 尤其骑车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交通的路况是蛮重要的 温度降雨呢刚刚说到了今天的雨势的雨区 是最多的一天 所以呢不只是中部以北到东半部地区还有山区 连中南部地区也是多影短暂震雨 而温度的呈现部分呢刚刚说到了 还没有到强烈都有冷气团 但未来的两天都有机会 所以北台湾今天上看的 这个高温也只剩下14度 连中南部地区21 242都是有所的降温 全台湾今天呢冬天的衣服或者是长袖的外套都要格外注意穿搭之外 雨具的期待全台湾都有机会 除了离岛有一些部分阳光露脸之外 今天大概都是阴沉短暂震雨的形态 低温的特报发在两个县市基隆跟新北 然后沿海的阵风长浪 以及山区刚刚说到了局部大雨 所以海边活动山区活动 今天都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水气的部分这种适量的感受在今天是最为明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黄澜雨势今天影响的范围是最广的 明后天到周日10点点呢 稍微雨区呢是有所的减弱跟趋缓 但是6日这两天的水气呢还有待观察 有可能会稍微稍微多一点点 但不会比今天呢水气来的这么的明显 所以5、6日目前预估呢稍微有这个限缩 但是不会马上完全停下来 北部东半部的阴风面还是多云短暂震雨 而且周日呢在冷气团减弱之下 你可以看到周一马上又补充了 风面加上后头的东北季风 虽然呢温度的降温幅度没有像这一波这么的低 但是还是有点变天的节奏 春天的脚步就是这么的多变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看完水气来看温度的呈现 你可以看到刚刚说到了水气最多应该就是今天 而最低温的时间点呢应该会落在周六这一天 低温可能来到10度上下 当然呢在空旷地区10度以下都有可能 平地10到12度 在慢慢的周日回温回暖之后 你可以看到周一马上又有风面 刚刚接力报道之外 后头有东北季风 幸好来得快去得也快 下周二三又是另外一波的回温回暖的概念 所以算一算有可能短时间两天一天就有一个天气变化 而这一波的冷气团 在强烈到冷气团影响呢 大概在周日的清晨告一个段落 周日的白天慢慢的有所的回暖 而且水气呢渴望变得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很快的下周一又是另外一波的变化 所以呢这样的衣服穿搭 确实是蛮麻烦蛮辛苦的 但不管如何 希望老人家谢谢管疾病的患者 小朋友都要更格外的保重身体 千万不要感冒咯